今天带来的房子与上一期同为一栋公寓 鉴于上一期有粉丝表示还想看更便宜的 于是我们马上联系约了看这栋公寓二楼的房子 户型上也有些不同 房子位于川口市 周边的生活机能很是完善 川口有着许多中华料理店 可以满足中国味 味及思想之情 再来重新讲一下公寓的基础信息 公寓离川口原乡站 徒步6分钟 公寓共7层41户 本套房位于第二层 专有面积72.61平米 三室一厅 永久产权 价格结尾处揭晓 大家一定会对价格感到惊讶 穿过大厅 公共廊道 乘坐电梯来到二楼 芝麻开门 进门为玄关 右侧为鞋柜 跟上一套房一样 我们先看看客厅 客厅空间挺大的 来看看客厅旁的第一间卧室 和客厅一样 有着连通阳台的落地窗 配一处衣柜 第二个卧室 在厨房旁 有着一扇宽窗 和一个小厨物柜 这间卧室可以拿来做书房 厨房依旧是常规标配 同样的10年安心保修 卫浴空间干湿分离 屋内还有很多收纳柜 非常实用 来看看盥洗室 洗面台的功能 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了 浴室配有暖房 干燥等功能 且浴室空间宽敞 看一下最后一间卧室 这个卧室有一个独立的阳台 可以通过落地窗进出 还有扇大窗 采光极其的好 还配有一整面的衣柜 这套房的售价为2990万日币 约合人民币156万 大家猜对了吗 OK 以上就是本套房的介绍 如果对这套房产感兴趣 请联系我们吧